个别国家以所谓媒体自由联盟的名义 污蔑抹黑香港新闻自由 攻击特区政府正当执法 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章目 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阿桑奇、斯洛登等案件早已让世人看清 所谓新闻自由 不过是有关国家攻击抹黑别国的工具 一旦涉及其自身的利益 这些国家是根本不在乎什么新闻自由的 他们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对香港事物说三道四 无非是对香港蒸蒸日上的大事心有不甘 试图延续自己以往在香港的特权和影响 但这些都是徒劳的 香港是法治社会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社会由乱转治、由治疾心 法治正义得到伸张 香港居民包括新闻及言论自由等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在安全、稳定、法治环境下得到更好保障 在港国际媒体和记者数量 比香港国安法实施前有增无减 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近年来上百个国家连续在联大三委人权理事会等多边人权场合公开发声 以不同方式就涉港等问题表达对中国的支持 充分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正是香港已回归中国的事实 摒弃殖民心态 打着言新闻自由的幌子 插手香港师傅的图谋 注定将已失败告终 主持人